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介绍的 就是来自Fender的Custom Shop 这支琴是1960 Telecaster Heavy Relic 也就是重度做旧的一支60年代的Telly 那这个颜色叫Fester Red 也就是嘉年华红 那这个红色相对它的饱和度要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 因为是重度做旧 所以说我们浅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以及背面都有大量做旧的痕迹 包括它的情景这个地方也是模仿了自然弹奏 这个油气磨损的这个状况 那前几天呢 我做过一期就是Fender的Stratacaster和Tellycaster 因此的对比配置差不多 当时我记得那个琴呢 是一个52分格的Telly 那个52的手感那是相当之饱满 相比而言呢 我更喜欢我现在手上这支60分格的Telly 那它的手感呢 就叫做C型 而且特别舒适 相对也比较轻薄 下面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这个琴的配置 清型的是Telly 它的这个配置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白色的护板两个单的六三分格的Telly的单实际器 它的档位切换呢一共有三档 第一档 情景实际器工作 第二档 这两个实际器一起工作 第三档 琴桥实际器来工作 那这两个旋钮呢 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呢 是一个总音量 这个呢 是个音调 音色明亮 或者是暗淡一些 那琴桥呢 是固定式的 这里呢 是有调节它的八度的这个琴安 那红色做旧的这个漆面啊 其实这个漆面 你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的亮 有点介于亮光和哑光之间的感觉 那背面 它的上弦呢 也比较容易从这里上 琴瑾的连接处 那它的琴瑾呢 这个呢 它是Maple 峰墓 这里呢 从亮光慢慢的变暗 这里有点哑光的感觉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琴头 在它的琴头后面 这个呢 是Fender的V型的Customer的logo 卷线器呢 采用的是复古式样的卷线器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琴头 琴头呢 是窄型的Telecaster的琴头 上弦枕呢 采用的是古质 有效弦长呢 为25.5英寸 也就是648毫米的长弦长 那纸板呢 采用的是玫瑰Morosewood 由于它是60的风格 我的这个小手啊 一旦把握在上面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琴 特别听话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强热的音乐 第一次强热的音乐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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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